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中国制造降于全球 靠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比较优势 而不是靠补贴进行倾销 更不是靠保护实现垄断 每当自身陷于困局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媒体 就把别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事实很清楚 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搞歧视性补贴 连续地阻挠世界贸易组织 上处机构的法官临选 动辄对别国的产品 加征高额关税 美方的这些做法 才是引发全球对新一轮贸易战的 最大担忧 数据也很清楚 去年世贸组织的成员中 仅美国通报的技术贸易壁垒措施 就有454件 比它后面的五个成员国通报的总数 还要多 保护主义带不来一家独大的幻想 只会失去合作共赢的机遇 过去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发展深度交融 未来我们也将进一步扩大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培育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开放合作的大道上 中国永远是世界的机遇 总数据 谢谢大家